大家好 我叫金鬼博 来自于江苏淮安 然后呢 之前一直是在南方城市打工的 去年十月份来到北京 然后呢 今天我从那个宋家庄那边 坐那个八二九公交车过来 路过那个河一席里的时候 看到好多好多人 当时下车之后嘛 看到整整个天桥上面 包括道路上面有好多好多人好多人 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看了平时那些公交车啊 或者那些教授的都不在 整个道路空框框了 只有警察 警车 还有那些防爆手武警的部队专用的车子 后来我就下来了 一问是怎么回事 后来听说呢 就是在这个大鸿门地区 有一个叫金温商场 然后呢 有一个女孩 听说一个女孩子 从楼上跳下来 不明不明的死掉了 然后呢 当时看到他的好多同事 包括那些 那些人呢 都拿着那个条幅 还有拿着那个纸片上面写着 给死者公道 当时我就看到那整个 整个场面群情积分的 让人看得都心酸 然后后来我也就去了解了一下 了解的是怎么回事呢 说一个女孩子是安徽的 今天才23岁 90年了 让他在这边上班 这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5月3号那天 一下子从楼上摔下来 死掉了 然后来听他们同事 跟他的那些姐妹们讲 这事情一直没得到解决 一直压着到现在 今天是5月8号 5月8号 然后了解那些事情的真相之后 心里面真的特别 特别难受 满腔的怒火 后来我就一块参加他们游行示威 然后那些好多警察 跟那些武警 特警 还有那些防暴大队的人都过来 把道路都封锁着 不让我们过去 但是整个队伍群情激犯 他不让我们过去 我们就自己冲过去 不为别的 只为 只为死者讨还一个公道 只不过 就因为在这边不明不白死亡了 然后呢 这几天一直得不到这个说法 所以说 得不到说法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听说 但是我不是亲眼见的 我也不在这边上班的 听说是他们这个老板 然后呢 把这个事情镇压下去 女方的家属 死者家属过来 就是想了解这个事情的经过 规律在这上班 是因为什么 自然而然 毕竟一个20多岁的生命 对吧 然后他们就想通过视频录像去了解 但是呢 好像他们内部人员 已经把那些录像给拴了 就是监控录像 对 然后呢 说是被人扔下去的 然后呢 说要逃了两人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亲眼看到的 这我只是听说的 当然也不是我这个人一个人这样说 所以说 事情一直压了五六天了 将近一个星期 一直都不得解决 那个我刚才在大街上也听到有人在聊 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女孩子就是跳楼 然后呢 就是 事情 事发现上有监控录像 但是那个家属说过来以后 要看录像不给看 然后又说录像坏了 还是被删了 我就不知道了 对 是好像有这种说 我也不相信这个事情 后来到中午的 就是咱们游行刺围之后 然后呢 我还专门到那后面 就是他就是在这边是南边 那边是西边 就从西边那个车库入口那里 它那上面是一个塑料顶棚嘛 上面那个顶棚全都全都裂开 它碎的了 几米平方的 然后地上有一滩血迹 虽然已经干了 但是我依然可以看出那是神血 一直随着那个地压车库入口 一直流淌到车库里面 而且我的我也我也拍了照片当时 为什么今天我们游行示威 面对的那些警察 武警特警帮包大队之类的 为什么我们都群情激愤 这是在首都北京 虽然不是凶杀案 但是一个外外来武功的女孩就这样 不明不白死亡呢 年轻的生命呢 一口鲜花就这样 不在该它凋谢的季节里凋谢的 想想就让人心酸了 最开始来的是警察是吗 对 刚开始是警察 我来的时候是大概十点多 那时候他们都是在那个 还在商场那个大门口 后来呢 好像警察围在那里 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 后来他们直接到街上去游行示威 想到天安门去 或者想到前门 就是一直往前走 希望能够更多的人 能够关注这些事情 并不是说我们参加游行示威是为了出民或者个人怎样 不为别的 只为能良心能够求个平安 那就是刚开始你们在那个市场门口游行 后来警察来了 事情也没有什么进展 对 然后你们就上了一个那个南原路上 街上就是往前门那边走是吗 对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还是还是有有有其他的那个其他人来吗 就还是一直就是那些警察在旁边呢 有 当时马路边包括两边的建筑物楼上 路边 摊位上 天桥上 天桥上 天桥上都围着好多的人群 真的是抽水满空 万人空向了 那样的场面真的一般的都不会出现的 为什么 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警察来了 武警来了 武装特警来了 防暴大队也来了 咱们游行的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外来无工人员 而且在我们游行的时候 我们只是 并不是说虚拟的去搞破坏或者是怎样的 我们只是群情激愤 换作谁都是一样的 而且每隔不到几米 一队队警察 一队队武警 一队队那个特警的组织人 然后呢 组成人肉 人墙 人墙 把我们堵起来不让我们过去 但是我不管怎样去怎样那个 不管他们对我们怎样圈 圈脚相加 我们依然还是冲过去 整个警察的话 大概来了有 保守估计的话 五六百人应该有 那你们游行的队伍大概多少 我们游行的队伍大概有 刚开始是三千号人 当然两边的围观人群 包括其他人那些都不算了 我们只算在我们队伍核心上 就是在游行的那个道路上的人 走到一个那个快速攻击在哪个站牌的 当时呢 因为我们心也没放到 在游行的路边 就是在那个 大概走了 走了 大概走了两公里左右 哦 四五里路 还没到那个墨学院桥 对 还没到墨学院桥 因为警察当难的太厉害了 整个就是那个打人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什么 嗯 反正我们每过一道人墙 都会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 我们闯他们人墙的时候 一共闯了是十几道 不管他们怎样难我们 但是我们抱着信念 只为了给死者一个功劳的说法 只为了这个案子早点侦破 所以说我们依然抱着这个信念 坚持到我们 不管他是武警也好 特警也好 不管他们手里面拿的是盾牌 还是拿的是警棍 拿吧就算是枪 我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 为了给死者一个说法 我们依然会冲过去 他们呢 当时就是拦着我们 不要让我们不要往前冲 再冲的话 就获得怎样 说是犯法的话 到时候全都抓起来 想突破那个人墙 但是他们不管 不管我们怎么 硬生的把我们拦下 最后倒是质地冲突 后来打起来了 但是我们守护团圆 我们只是普通的 小老百姓 怎么可能跟那些 经历过军事化训练的人相比呢 有几个女孩子 对被他们给打了 后来跌地上去了 然后来人几人 把那女孩子 如果当时不是我们即使拿下来 把那女孩拉起来的话 估计不知道又会出什么意外 这样的后果 我们都不敢去想象 刚才有一个小伙子说 有四五个人围着一个女孩打 踩在地上打 你是真的吗 对 当时我在的 你在现场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你四五个人把他圈起来 你不让他动就可以了 你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但是你没有必要 把人家安在地上打 这也是我们特别气愤的一点 所以说后来直接导致到 我们跟他们更加的自己 从更加暴力 那些警察 不知道那个警察到底是谁 我也不认识 我也就不去说了 然后他直接把我们 就是那个条夫给抢跑了 抢走的 跟我们 我们肯定不会让他抢 然后就跟他使命的夺 越多就那个 真的相关的 后来也是 这样的事情也造成了冲突 后来他的那个好姐妹 一派武警 二十多个人 把那整条主干道给轰住了 那女孩当着 眼里面 清着眼泪都没 哭不下来 给人感觉就好像心思走肉一样 车里面拿着那个女孩的一个 他的遗罩 那么宽那么高 跪在那些武警面前 你们都是有父母的 都是有家人的 这个女孩他死了 二十多岁 这就是他们 他的照片 那女孩是跪在他们面前的 求求你让我过去 我只想找个 找个说法 但是那些人依然无动无踪 但是相对一点来讲 作为人民的公主 警察 他们这时候的举动 真的让我觉得有点心寒 这时候 这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女孩的